你今天開心嗎 對 聲音不夠大 你今天開心嗎 對 台上意氣風發 不時要大家拍手回應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傳出為了國道收費員爭議 咆哮總統蔡英文 這是真的嗎 你覺得我敢這樣子嗎 當然不會 我跟她講的 我可能聲音大一點我是慣 但是總統我怎麼敢 我對她尊敬得很 否認對總統大小聲 還說總統也知道沒這回事 然而對於沒有法律責任的遠通來說 面對總統親自出面要求買單 徐旭東再悶也只能往肚裡吞 初步確認6億元的賠償金 將由交通部 勞動部及遠通共同分擔 也就是說全民買單4億元 而遠通負擔據了解上限2億元 我不感覺到OK 現在院長講得很好 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不是法律的問題 我們沒有法律上有太多的事情 鏡頭前 徐旭東話說得漂亮 但林全日前卻在節目上說 她原本不願意和徐旭東談判 但蔡英文要求之下 她才出面扮黑簾 找遠通動同承擔 這個價值兩億元的社會責任 徐旭東心裡作何感想 恐怕只有她最清楚 借張士奎加紅SNG小組 台北報導